今天的第一站是一个叫做New Italy的小村庄 只不过当年的村庄遗址 如今只是高速公路旁的一个小建筑群 里面有个博物馆、展示厅、礼品店、咖啡馆和一个玻璃垂质作坊 其中最主要的是博物馆 里面陈列了很多相片和物品 展现了当年在这个叫New Italy的小村生活的几十家意大利移民的生活和经历 而他们的这段故事却充满着艰辛与无奈 因为他们其实是被忽悠了 当时有个充满偏执和妄想的法国贵族Marquis de Reyes 梦想在南太平洋上建立法国的殖民地 恢复法国的荣光 1877年他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宣称要在今天的巴布亚新几年亚附近建设一个新法兰西 他还自封为新法兰西的国王 他宣称那里有大片无人征用的肥沃土地 有阳光、海滩和自由 忽悠欧洲人投资和移民 当时大多被他成功忽悠的都是贫苦的农民 在以威尼斯为首辅的意大利北部 威尼托大区就有很多农民心动了 想移民到这个梦想之地 虽然当时的意大利政府对此事表示怀疑 警告过其中的风险 还拒绝给这些人发护照 而且为了移民 每人还得支付1800法郎的金币 或者干苦力五年 但是仍旧有340个人决定赌一把 如此执着的原因 是当年意大利北部地区 经过旱灾和烙灾的轮番袭击 再加上政府的高税收 农民的生活真是有点过不下去了 于是1880年 这些人辗转到达法国的马赛港 再到达西班牙巴塞罗那 然后经过三个月的艰苦航程 终于抵达了所谓的新法兰西 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上当了 那里没有许诺的新房子 没有道路 没有任何公共设施 也没有富饶的土地 和欣欣向荣的殖民社区 有的只是潮热的气候 连天的下雨 茂密的丛林 瘧疾等疾病 甚至土著食人部落 很快 约有一百多人因为疾病等原因 在这里死去 1881年2月 他们乘船 逃到了现在的法属新卡里多尼亚首府 Nomea 但是发现那里也不宜居住 而且 他们的船已经迫得无法再航行了 幸运的是 他们的遭遇传到了当时新州的总督耳中 新州总督派船 把仅存的217人接到悉尼 以沉船难民的身份接纳了他们 一开始他们被分散到新州各地做工 但是他们内心深处有强烈的愿望 想聚集在一起 1882年有个机会 之前的意大利移民选择了新州北部的3000英亩土地 1883年底 并有当年船上的26个家庭聚集到这里 他们称这里为New Italy 这些意大利家庭通过辛勤的工作 劳动 打井 建房 建教堂和学校 逐渐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社区 如今 当年移民的后代已经没有人再居住在这个小村庄了 但是 他们的后代依然通过收集整理当年的老照片和各种器物 把自己父辈这段受骗 开拓和奋斗的经历 保留在了这个博物馆里 大家将来路过这里 停车休息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了进来看看